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何入行? 很多年前 刚刚读完书 打算出来找一份工作 找一份偶然机会 艺术中心票房 有个位置 一in 他就录用了我 初期 坦白的心 打算去找马 先做 但做的时候 原来挺合自己 挺有兴趣 原来这一行 令自己学了很多东西 不只是 一般人说是买票 这么简单 原来在前线 如何做客户服务 顾客服务 在后面来说 有很多东西 例如如何买票 如何做一些管理 原来在当中 都是整个套件 可以让你学到和认识 先讲艺术中心 初期在那里做的时候 经历过 真是用一些 真有座位表去画位 纯粹是汽软的 最后 用大东电报告 提供电脑的售票系统 不久 再做 城市电脑的售票网 经过这段 我会学到 在票房里面 一切的管理 运作 这方面的知识 我记得当年 我们要在公司 一些决定下 我们也要 帮助当时 刚刚开始的演艺学院 他们也做了票务工作 兼顾两个票房 的营运 安排人手 帮他们做 所谓票务上的事情 我觉得 演艺学院 自己本身 不同的地方 就是 他里面做的事情 可能是 不同的场馆都多了 和 节目又会 比较多元化 和大了 一路一路去做 又另外一个 差不多十年 最后就来到 就是当时 我们叫做 快途票 TikTik Hong Kong TikTik Hong Kong 其实 是很不同的 比之前两个 因为 之前两个 只不过是负责一个票房 TikTik Hong Kong 不是的 我说回 现在我们的快途票 我们就是负责 每一个场馆 每一个节目 无论 不只是票房 那么简单 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 所谓叫分销点 我们现在用的是通理 票房 帮他们设置一个票房 帮他们设置所有配套 甚至乎有些节目 去到像大球场 甚至乎是沙巴泊 去做的时候 我们都要帮人去设置 这些事情 再者 就是说 每一个不同类型的节目 来到的时候 我们都会按 按主办方的需要 我们都会有些时候 参与 给意见 按照他自己本身 如何去推销的时候 我们就做很多不同类型的功夫 就是 完全的性质是不同的 入行条件 我会觉得 其实一般 他能够是粗流利的中英 甚至现在 如果你有普通话底 就会好 但其实我觉得最主要 就是 他真的不怕辛苦 因为其实不要想着 这份工作是 朝九万五的工作 还有就是要细心做事 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的适应性 和应变能力 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 一个节目 就是我们做票帽 推出去 其实很多时候 都会遇到一些 不同主办方的要求 随时都会做一个 票帽上的安排 一个转变 所以你一定要有 好的适应能力 和应变能力 才能够在整件事里 帮到最好 挑战 我会觉得 其实就是 2009年 香港东亚运动会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 2009年的 那次 东亚运动会 我知道是香港第一次 是首次 在这里 是举行的 以及自己举办 那么大个格制性的 是一个体坛的节目 很多东西都不能有差差 或者脱漏 变了 要承担上来的时候 要做出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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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面对公众 我记得 今年里面 有二十多个节目 那次今年是第五屆 是最多體育節目賽事的一年 不同場地 有些去到麗芝國公園體育館 有些去到室內運動場 有些地方完全沒有票房 很短的時間裏面我們要去想如何去臨場 我們去預備這些東西 無論是我聘請人 增添人手 不是聘請回來可以的 你還要用時間去訓練他 培訓 到最後那時 同一時間裏面 我記得應該是由12月2日至13日 短短兩個星期 但是這兩個星期裏面 有七個多了的票房地點 我們要和他設置票房 找人手 和完全投入整個東亞運動會 到最後都很成功 到最後都很好 其實我會覺得 短短這十年裏面 互聯網 其實走得很快 亦都帶動了很多 很多人 在這方面的認識 我記得如果是十年前的話 香港一般的人 如果是真的去 買票的時候 大多數都會 要麼你就是遊購 如果不是的話 就排隊 如果是網上的系統 你去買票 我想不是那麼多人 習慣 還有有少許抗拒 不知信不信得過的 個人資料 但是去到今時今日 你會看到整個 那個方向 或者那個trend 都不同了 按照我自己本身公司裏面 每一年裏面都有幾個%的增長 互聯網 即是網上購票 以前可能只有幾個% 到近這幾年裏面 平均都有30-40% 每一年都有幾個%的增長 我會覺得 因為人可能越來越忙 而且人得到資訊上的東西 很快很容易 他們習慣了 就喜歡 用互聯網 或者在網上購票 將來 我會覺得 其實 票務業 就好像一個平台 不在於本港的節目 例如有時候 可能在我們平台裏面 都可以買到 就是愛國 做的節目 或者是新加坡做的節目 國內做的節目 其實是有一個平台方面 方便那些使用者 他能夠接觸和去買